第九十九回诸葛亮大破卫兵司马懿入口西蜀 蜀汉渐兴七年夏四月 孔明兵在骑山分作三寨 专后卫兵 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 张河接见被言前世 义令河为先锋 带领为副将 引十万兵到骑山 于渭水之南下寨 郭怀孙礼入寨参见 义问曰 如等曾与蜀兵对阵否 二人答曰 魏也一曰 蜀兵千里而来 立在宿战 今来此不战 必有谋也 隆兵诸禄曾有信息否 怀曰 已有细作探得各军十分用心 日夜提防 并不踏实 只有五都 殷平二处 未曾回报一约 无自差人与孔明交战 若二人即从小路去救二郡 却掩在蜀兵之后 彼必自乱以二人授祭 引兵五千 从隆兵小路来救五都 殷平 救习蜀兵之后 郭怀余路为孙礼曰 仲达比孔明如何 礼曰 孔明胜仲达多以怀曰 孔明虽胜 此一记足显仲达有过人之志 蜀兵如正攻两军 我等从后抄道 彼岂不自乱呼 正言间呼哨马来报 殷平已被王平打破了 五都已被江维打破了 前离蜀兵不远离曰 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 如何沉兵与外 必有诈也 不如速退 郭怀从之 方传令交军退时 忽然一声炮响 山背后闪出一只军马来 骑上大叔 汉丞相诸葛亮 中央一辆四轮车 孔明端坐鱼上 左有关心 又有张包 孙 郭二人见之 大惊 孔明大笑曰 郭怀 孙礼修走 司马懿之计 安能瞒得过无 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战 却较如等习武军后 五都 殷平无疑取了 如二人不早来将 欲驱兵与无决战也 郭怀 孙礼听闭 大慌 忽然背后喊杀连天 王平将为引兵从后杀来 兴 包二将又引军从前面杀来 两下加攻 卫兵大败 郭 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 张包望剑 骤马赶来 不期连人带马 跌入剑内 后军急忙救起 头已跌破 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兵 却说郭 孙二人走脱 回见司马懿曰 五都 殷平二郡已失 孔明浮于要路 前后攻杀 因此大败 气马不行 方得逃回一约 非如等之罪 孔明志在无先 可在引兵守把拥 没二成 切勿出战 无自有破敌之策 二人败此而去 亦又换张和 带领吩咐曰 今孔明得了五都 殷平 必然扶百姓以安民心 不在营中矣 如二人各引一万精兵 今夜起身 抄在蜀兵营后 以其奋勇杀将过来 吴却引军在前布阵 只带蜀兵试乱 无大驱驶马 攻杀进去 两军并立 可夺蜀寨也 若得此第三势 破敌河南 二人受计引兵而去 带领在左 张和在右 各取小路进发 伸入蜀兵之后 三更十分 来到大陆 两军相遇 和兵一处 却从蜀兵背后杀来 行不到三十里 前军步行 张 带二人自纵马试之 直接数百辆草车 横解去路 合约 此必有准备 可及取路而回 才传令退军 只见满山火光齐鸣 鼓角大阵 扶兵四下接出 把二人围住 孔明在骑山上大叫约 带领 张和可听不言 司马懿料无王谷珠 因平苦民 不在营中 故令若二人来劫无债 却重无之计言 若二人乃无名下将 虎不杀害 下马早家 何大怒 指孔明而骂约 如乃山野村夫 亲无大国境界 如何敢发此言 无若捉住辱石 碎尸万段 言弃 纵马挺枪 杀上山来 山上史实如雨 何不能上山 乃开马虎枪 冲出重围 无人敢当 鼠兵困带领再该心 何杀出旧路 不见带领 即奋勇翻身 又杀入重围 救出带领而回 孔明在山上 剑合在万军之中 往来冲突 应勇被夹 乃为左右约 长文张义德 大展张和 人皆惊巨 无今日见之 方知其永也 若留下此人 必为蜀中之害 无当除之 遂收军还迎 却说司马懿 引兵不成阵势 只带蜀兵乱动 一起攻之 忽见张和 带领狼狈而来 告约 孔明先如此提防 因此大败而归 一大惊约 孔明真神人也 不如且退及传令 交大军进回本寨 坚守不出 且说孔明大圣 所得器械 马匹 不计其数 乃引大军回寨 每日令未言挑战 卫兵不出 一连半月 不曾交兵 孔明正在仗中思虑 呼报天子浅室中 废一击赵志 孔明接入营中 焚香礼壁 开赵读约 揭庭之意 就有马素 而军引迁 身自贬义 众为军义 听顺所守 前年要师 国斩亡霜 金遂爱征 郭怀顿走 将吉士 枪 复兴二军 威震凶暴 功勋显然 方金天下骚扰 原恶未消 军受大任 甘国之众 而久资亦损 非所以光阳红烈矣 金赴君丞相 君其物词 孔明听赵碧 未废一曰 吴国是未成 安可副丞相之职 坚辞不受 一曰 丞相若不受职 服了天子之意 又冷淡了将士之心 一切全受 孔明方才败授 依此去 孔明见司马懿不出 私的遗迹 传令叫各处 皆拔债而起 当有细作报之司马懿 说孔明退兵了 一曰 孔明必有大谋 不可轻动 张和曰 此必因良静而回 如何不追 一曰 无料孔明上年大收 金又卖熟 粮草丰足 虽然转运艰难 亦可知无半载 安肯便走 已见无连日不战 故作此计引诱 可令人远远少知 君事探知 回报说 孔明离此三十里下寨一约 无料孔明果不走 且坚守寨诈 不可轻尽 住了寻日 绝无阴信 并不见蜀将来战 亦在令人少叹 回报说 蜀兵已起营去了一位信 乃更换衣服 砸在军中 亲自来看 果见蜀兵右腿三十里下寨 一回营为张和曰 此乃孔明之近也 不可追赶 又住了寻日 在令人少叹 回报说 蜀兵右腿三十里下寨 何曰 孔明用缓兵之计 见退汉中 都督何故怀疑 不早追之 何愿往决一战 一曰 孔明诡计极多 唐有叉失 丧我君之锐气 不可轻尽何曰 某区若败 甘当军令一曰 既如要去 可分兵两支 如隐一支先行 需要奋力死战 无随后接应 以防伏兵 如次日先进 到半途驻扎 后日交战 使兵力不乏 遂分兵以弊 次日 张和 带领引副将数十元 精兵三万 奋勇先进 到半路下寨 司马懿留下许多军马守债 指引五千精兵 随后进发 原来孔明密令人少叹 见卫兵半路而歇 事业 孔明换中奖商一约 今卫兵来追 必然死战 如等须以一当时 无以伏兵结起后 非智勇之将 不可当此任 严必 以牧师为言 严低头不语 王平初曰 某愿当之 孔明曰 若有诗 如何 平曰 愿当军令 孔明探曰 王平肯舍身 亲茂史实 真忠尘也 虽然如此 奈魏兵分两知 前后而来 断无浮兵在中 平纵然智勇 只可当一头 岂可分身两处 须再得一将 同趣为妙 则奈军中 再无舍死当先之人 严未必 亦将出约 某愿亡 孔明是之 乃张义也 孔明曰 张和乃位之名将 有万夫不当之有 如非敌手一曰 若有诗事 愿献守于帐下 孔明曰 如既赶去 可与王平 各引一万精兵 浮于山谷中 只待卫兵赶上 任他过尽 如等却引徒兵 从后掩杀 若司马懿随后赶来 却分兵两头 张义引一军 当作后队 王平引一军 截其前队 两军需要死战 无自有别继 相助二人授记 引兵而去 孔明又患将为 廖化分阜约 愚入二人一个锦囊 引三千精兵 掩齐西谷 浮于前山之上 如见卫兵围住王平 张义 十分危急 不必去救 只开锦囊看使 自有解威之策 二人授记 引兵而去 又令吴班 吴义 马中 张义四将 富而吩咐曰 如来日 卫兵道 锐气正胜 不可辨迎 且战且走 只看关兴 引兵来掠阵之时 如等便回军赶杀 吴自有兵接应 四将 授记引兵而去 又患关兴 吴义 如引五千精兵 浮于山谷 只看山上 红旗斩动 却引兵杀出 兴授记引兵而去 却说张和 带领领兵前来 咒如风雨 马中 张义 吴义 吴班四将接着 出马交锋 张和大怒 驱兵追杀 鼠兵且战且走 卫兵追赶 约有二十余里 时值六月天气 十分炎热 人马汗如泼水 走到五十里外 卫兵进阶气喘 孔明在山上把红旗一招 观星引兵杀出 马中等四将 一起引兵掩杀回来 张和 带领死战不退 忽然喊声大震 两路军杀出 乃王平 张义也 各奋勇追杀 截其后路 和大教重将约 如等到此 不决一死战 更待何时 卫兵奋力冲突 不得脱身 忽然背后骨脚喧天 司马懿自领精兵杀到 义指挥重将 把王平 张义 围在该心 义大呼曰 丞相真神人也 既已算定 必有两谋 五等当决一死战 即分兵两路 平引一军 截住张和 带领 一引一军 立当司马懿 两头死战 叫杀连天 将为 料化在山上探望 建卫兵士大 属兵力威 渐渐抵当不住 唯唯化曰 如此危急 可开锦南看计 二人拆开是之 内书云 若司马懿兵来为王平 张义至极 若二人可分兵两支 竟袭司马懿之营 亦必急退 如可承乱攻之 营虽不得 可获全胜二人大喜 即分兵两路 竟袭司马懿迎中而去 原来司马懿 一孔中孔明之计 沿途不住的令人传报 义正催战间 忽留兴马飞报 严蜀兵两路 竟取大寨去了 义大惊失色 乃未中奖约 无料孔明有计 如等不信 勉强追来 却误了大事 集提兵击回 军心惶惶乱走 张懿随后掩杀 卫兵大败 张和带领箭矢孤 亦望山辟小路而走 蜀兵大胜 背后观星引兵接应诸禄 司马懿大败一阵 奔入寨时 蜀兵一字回去 义收拒败军 则骂诸将曰 如等不知兵法 只凭血气之勇 强欲出战 至有此败 今后切不许妄动 再有不遵 绝正军法 众皆修残而退 这一阵 卫军死者极多 一气马匹气血无数 却说 孔明收得胜军马入寨 又欲起兵进取 呼报有人自成都来 说张包身死 孔明闻之 放声大哭 口中吐血 昏厥余地 众人就行 孔明自此得病 卧床不起 诸将无不感激 后人有失探约 汉勇张包遇见功 可怜填不住英雄 武侯泪向西风洒 未念无人左鞠躬 寻日之后 孔明换懂绝 樊剑等路掌吩咐约 无自觉昏沉 不能理事 不如且回汉中养病 再做粮土 如等切勿走现 司马医若知 必来攻击遂传号令 叫当夜暗暗拔债 接回汉中 孔明去了五日 一方得知 乃长探约 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 无不能及言 于是司马医留诸将在债中 分兵手把各处爱口 一字翻诗回 却说孔明将大军困于汉中 自回成都养病 文武官僚出城迎接 送入丞相府中 后主御驾自来问兵 命御医调治 日渐全可 渐兴八年秋七月 为都督曹真定可 乃尚调说 蜀兵数次钦戒 旅半中元 若不搅除 必为后患 今时值秋凉 人马安闲 正当征法 陈愿与司马医同领大军 进入汉中 舔灭奸党 以清天境 卫住大喜 问世中流言曰 子丹劝阵法蜀 若和 叶奏曰 大将军之言是也 今若不搅除 后必为大患 陛下便可行之 瑞典头 叶出内回家 有众大臣相叛 问曰 文天子与公 既以兴兵法蜀 此事如何 叶应曰 无此事也 属有山川之险 非可意图 空废军马之劳 于国无以 众官皆漠然而出 杨继入内奏曰 昨闻刘夜 劝陛下罚蜀 今日与众臣义 又言不可罚 是期陛下也 陛下何不照而问之 瑞及照刘夜 入内问曰 清劝阵法蜀 今又言不可 何也 夜曰 臣戏祥之 蜀不可罚 瑞大孝 少时 杨继出内 夜奏曰 臣昨日 劝陛下罚蜀 乃国之大事 岂可忘谢于人 夫兵者 鬼道也 世卫发切以密之 瑞大午曰 清延事也 自此愈加敬重 旬日内 司马懿入朝 为主将曹真 表奏之事 逐一言之 一奏曰 臣料东吴未敢动兵 今日正可乘此去 伐蜀 瑞及拜曹真 为大司马 征兮大都督 司马懿为大将军 征兮副都督 刘夜为军师 三人拜祠为主 引四十万大兵 前行至长安 敬奔剑阁 来取汉中 其于郭怀 孙礼等 各取路而行 汉中人暴入成都 此时孔明病好多时 每日操练人马 习学八镇之法 进阶京熟 御取中原 听得这个消息 遂唤张仪 王平吩咐约 如二人 先引一千兵 去守陈仓古道 以当卫兵 吴确提大兵 便来接应二人告约 人暴卫军四十万 乍称八十万 声势甚大 如何只与一千兵 去守爱口 躺卫兵大志 何以拒之 孔明曰 吴欲多语 孔氏族辛苦尔 以语平面面相去 皆不敢去 孔明曰 若有疏失 非如等之罪 不必多言 可及去二人 又哀告曰 丞相欲杀某二人 就此轻杀 只不敢去孔明孝曰 何其余也 吴令如等去 自有主见 吴昨夜仰官天文 见必兴缠于太阴之分 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 卫兵虽有四十万 安敢深入山险之地 因此不用多军 绝不受害 吴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 待卫兵退 那时以大兵演之 以一代劳 吴十万之众 可胜卫兵四十万也 二人听闭 方大喜 拜此而去 孔明随讽大军出汗中 传令叫各处爱口 预备干柴草料细粮 聚构一月人马之用 以防秋雨 将大军宽限一月 先给一时 伺候出征 却说曹真 司马懿统领大军 竟到陈仓城内 不见一间房屋 寻土人问之 接言孔明回时放火烧毁 曹真便要从陈仓道进发 一曰 不可清晋 我夜观天文 见必兴缠于太阴之分 此月内必有大雨 若深入重地 长盛则可 堂有疏雨 人马受苦 要退则难 且一在城中搭起窝铺铸扎 以防阴雨 真从其言 未及半月 天雨大将 淋漓不止 陈仓城外 平地水深三尺 君气尽失 人不得睡 昼夜不安 大雨连降三十日 马无草料 死者无数 君事怨声不绝 传入洛阳 为主设谈 求情不得 皇门侍郎王肃尚书曰 前智有之 千里溃梁 是有积色 乔苏后窜 师不速保 此为平途之行君者也 又旷于深入险阻 凿路而前 择其为劳 必相摆也 今又家之 以淋雨 山板俊华 众逼而不斩 两远而难尽 实行君之大进也 文曹真发以愉悦 而行方半谷 至道功大 战时西作 是比天德以义待劳 乃兵家之所待也 言之前代 则武王伐咒 出官而复还 论之近时 则武 文征拳 临江而不计 岂非顺天之时 通于全殿者在 愿陛下念水 与兼具之故 休息世俗 后日有幸 成时用之 所谓愿以犯难 民望其死者也 为主蓝表 正在犹豫 阳父 华心 遗上出见 为主即下诏 前使诏曹真 司马懿还朝 却说曹真与司马懿 商议约 今连因三十日 军无战心 各有私归之意 如何禁止 议约 不如且回 真约 唐孔明追来 怎生退之 议约 先扶两军断后 方可回兵 正义间 孤使命来朝 二人遂将大军 前队做后队 后队做前队 徐徐而退 却说孔明计算 一月秋雨将近 天上未情 自提一军 屯于尘故 又传令叫大军 会于赤坡驻扎 孔明升障 换众将言约 无料卫兵必走 卫主陛下诏 来取曹真 司马懿兵回 无若追之 必有准备 不如任他且去 在坐凉土 忽王平令人报来 说卫兵已回 孔明吩咐来人 传语王平 不可追袭 无自有 破卫兵之策 正是 卫兵纵使能埋伏 汉象原来不肯追 未知孔明怎生破卫 且看下文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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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